Hello,又来到我的迷你菜园了 就这么多九层头 就是要做一味很好吃的素三杯竹笋 现在就和大家一起去选绿竹笋 这里绿色最好就不要了 因为它很可能会有苦味 我每次都会麻烦老板帮我切开这里 跟着就隔一下 是这样回来我们就容易撕出来了 竹笋的营养价值都不少的 有低热量 曾经听过一句话 竹笋笋可以掃街道 竹笋子可以掃腸道 每次最好都不要吃太多 腸胃都不是那么好的 它的蜆蜥纤维是属飞水溶性 所以吃了就要补充多点水分 才令腸胃更顺利 但是竹笋是寒性的 如果是产妇月经前后 尤其是佛育中的小孩 最好就不要吃太多了 会影响丐的吸收 结石体质 神功能差 又或者是周身骨痛的朋友 都不是那么适合吃 皮肤不好的期间 最好就不要吃 有听中医说过 笋尖就容易生暗瘡 尤其是有暗瘡 密瘡密瘡 最好就不要吃笋尖 真是很想吃就要问个医生了 弯弯站在那里 焗光就代表最暖 这里你买的时候 不用一米用手甲 摘下来的 你见到它的纹炉很有滑 也都是代表很暖 洗净 水一定要盖那些竹笋 这次它不是那么大 我们煮它30分钟就可以了 用电锅就给一杯半水 这些就不要 接着就切你自己喜欢吃的大小 如果买很多 都是要煮熟它先 让它凉了 包好它 挤在冰箱里 都可以挤到一个礼拜 红萝卜不用切太薄 准备一些姜片 放一些麻油 放一些姜片 爆香就可以放红萝卜 盖几盖就可以放一些竹笋 再盖几盖 在锅边那里 盖上一些姜片 放一些姜片 盖一盖均匀 就可以放一些酒 接着就放一杯调味料 再盖一盖均匀 就可以放一些糖 接着也都是 就是盖一盖均匀 就要试一试味了 不够味就放一点盐 接着就加水进去 盖一盖均匀 让它滚了 盖上盖 三分最小的火 煮三分钟 时间到 就加上已经洗净的九层塔进去 不用盖太久 盖一盖就可以上碟 对不起 再用欺贝